來到我們這個110企劃 30天110企劃的第二集囉 我目前來到第二天 其實時間過得非常快 那我們就是 轉選了這個王毅證嘛 那我們今天 就是要把它強化了 然後看能不能 來個 直接來個10加4 然後等4加1 我們直接開始強化 OKOK 順利順利 現在加2 哇牛卷 顧玉證 好這個把它弄掉 還是要保啦 不然其實還蠻容易炸的 雖然 雖然它上面的機率寫的 非常非常高 不過 還是蠻容易炸的 90% Nice 來再來 3加2 OKOK 順利順利 好啦加4啦 那再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 欸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我沒有保證強化 只有5加2 6加3分7加4 好沒關係 我們 就是 我打者部分打廖建復拿來用 然後 加5嘛 然後 先 欸我們是可以用兩支啊 所以我一支是廖建復 然後一支我還在 思考要用誰 好 那 我們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們木田 木田換下來 來換一張卡 好我們RP來換一張 我們來找一下 RP明星賽 但這數值比較高 只是 76 太貴了 我想說有高加成的卡 這個78也太貴了 哇 旅願金有加10 但是73 60幾 太貴了 真的 唉唷 劉軒打這個 好像也太貴 3000多萬 好像都太高 德本 德本這個 有點小尬 81 3000多好 按個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藍絲否加7 欸可以7加4 好 我買著 買著買著 布魯斯 找我看看有沒有其他高加成數值高的卡 成語性79 欸這張好像可以喔 OKOKOK 這個70太低不考慮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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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4 黃聖雄加8 買起來買起來 是買著被子啦 之後還可以用 76 謝龍豪加7 我好像有謝龍好了 應該是不用了 好OK 那那張就暫時先布吧 黃聖雄 我記得有一個更好 藍絲鋒 零來練 二 三 好 藍絲鋒 這樣就90 記得他數值是比較高 79 然後 我等一下看一下黃聖雄是多少 好 先把它練一下 先把它練一下 慢慢去可以這樣 好 好 那就先這樣子吧 然後看一下黃聖雄是多少 忘記 黃聖雄 加890 76 比較低一點 不過應該是比這個高了 裝上去 然後我突然看到我們 這個 有一張五奪 那我們就 就是 把它當作我們的弦法好了 布雷克 布雷克加9 我們把它擺 布雷克這個好了 算了到時候再擺 反正就是 驚奇瞬間好不好 然後其他的 死簽這個 數字是不是也比較低啊 70而已 70喔 70喔 70的話 先 一樣先擺著 看一下70有沒有可以取代 記得有一張 陳雨薰 空間又不夠 這個不能賣 加7的 OK 陳雨薰應該數字比較高 對 對他數字是比較高 加19 19 比較有機會 好然後 我們的 再來就是慢慢 慢慢強化上去 然後我們陣容大致上 我就有一個雛形了 就等 之後陣容慢慢的 升上去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感謝收看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